澳大利亚地处澳洲大陆 四面环海与外界几乎隔绝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 澳大利亚足球在19至20世纪里 只能闭门造车 只能有限地接触新西兰 南非等几个对手 使得足球水平停滞不前 仅仅在1974年 侥幸参加了联邦德国举办的世界杯 最终三场小组赛一球未尽 以一贫二负的战绩尴尬出局 但正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发展历程一样 澳大利亚的足球发展速度也令人称奇 在21世纪之初 澳大利亚就迎来了翻身掌 多年坚持的平民足球路线 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足球人群 即培养出了众多天才球员 但这也离不开克罗地亚移民后裔 对澳大利亚足球做出了巨大贡献 包括维杜卡 布雷西亚诺 卡拉奇和丘利娜这些名讲 以及现役国家队中的耶底纳克 维多西奇和斯匹拉诺维奇 都是克罗地亚后裔 再加上因移民而导致的 欧洲足球文化和理论的注入 最终锻造了一支 以科威尔 卡歇尔等球员为核心的铁血之师 当然 澳大利亚足球水平高速的提高和转变 不仅仅在于自身实力的提升 还要归功于足球环境的改变 1974年 球队首次杀入世界杯正赛圈之后 受制于所处赛区的限制 致使澳大利亚一直没有能够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 为了改变这个尴尬的局面 2005年 澳大利亚足协正式脱离大洋洲联盟 加入亚足联 便在次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 就收到了效果 在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上 亚足联新军澳大利亚 依靠绝对的身体素质和体能的优势 轻松碾压其他亚洲队伍 重返世界杯的舞台 并在名帅西丁克的带领下 最终闯进16强 自此以后 澳大利亚就成了亚洲足坛的一霸 没有缺席过之后任何一届世界杯 2006年 足球的金色热潮扑卷澳大利亚 越来越多澳大利亚青少年 开始参与足球运动 各地的足球俱乐部 与配套设施良好的足球场 一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全国各地的小学中学 以及大学中的足球联赛 为澳大利亚的足球未来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澳大利亚足球发展的另外一大优势 也被激发出来 许多从小一开始从事 田径的专业训练的孩子 开始转行为足球运动 他们在耐力 爆发力 速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其中一部分有天赋的青少年获得成功 如澳大利亚著名的传奇中场球星 布雷西亚诺 近年来 但随着科威尔 维杜卡 卡歇尔等黄金一带的退役和老去 澳大利亚足球人才青黄不接 水平逐年下降 上届和本届十节倍的禁忌过程都十分艰难 这是因为他们本身人口较少 再加上2006年足球热潮的退去 在国内足球运动不再是热门运动 并不能像其他足球大国那样 远远不断地造血 如果不能改善这一现状 澳大利亚足球的辛劳交替将会变得举步维艰 澳大利亚在晋级俄罗斯世界杯的路上 可谓跌宕起伏 在亚洲区40强赛中 澳大利亚轻松取得了七胜一负的战绩 以B组投名晋级12强 在12强赛中 澳大利亚被分在与日本、沙特等球队一组 在十轮比赛中 攻防两端的表现都没有达到正常水准 其中两轮在面对分别实力远远弱于自己的泰国和伊拉克 只拿到两分 最终 澳大利亚晋胜球不如沙特 在小组排名第三 不得不参加副加赛 在第一轮副加赛中 最终凭借老将卡西尔在第二回合加时赛中的绝杀进球 接南击败叙利亚晋级第二轮副加赛 在第二轮副加赛中 澳大利亚将要面对南美球队宏都拉斯 胜出的一方将直接获得一张世界杯入场券 最终 澳大利亚凭借主场的三力进球 力压宏都拉斯 成功杀入俄罗斯世界杯 创造了亚族联旗下五队同时进入世界杯的历史 一队一星 随着年过38岁的卡西尔逐渐从首发中退去 耶底纳克占美了国家队的老大位置 耶底纳克曾经效力于英超水晶宫俱乐部 在英超联赛中 他在中场的扫荡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出色的选位和强大的精神集中力 保证了他能够独挡一面 在后防线前竖起一道令对手难以愉悦的屏障 在巅峰赛季可以贡献场均能够完成3.7次拦截排在英超第一 和3.5次抢断排在英超第二 但是他并非只是单纯的中场绞肉机 而是更接近B2B类型的全能中场 耶底纳克出色的身体对抗和弹跳 可以让他在禁区争点时占有一定的优势 除了投球能够得分之外 他还有一脚远射功夫和不弱的带球前叉能力 虽然目前已年过巅峰 耐力和爆发力远不及当年 但是依然能靠出色的球场判断和强壮的身体 让他在面对顶尖球员时不落下风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在本届语赛附加赛与洪多拉斯的生死战赏 老将耶底纳克上演帽子戏法 凭借一己之力将澳大利亚带入世界杯决赛圈 本届世界杯很可能会是 这位年过33岁的老将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很期待这位澳洲盟士有着出色的发挥 世界杯展望 澳大利亚本届世界杯被分在C组 同组的有法国队 毕鲁队 丹麦队 这三队实力非同小可 三队都位列国际足联的排行榜的前15位 澳大利亚只能排在40位 可见与同组的三支球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 虽然这支澳大利亚队主力多为征战过多次世界杯的老将 经验和心态将成为他们制胜的法宝 但是体能和活力将会极大的限制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发挥 本届世界杯前景不容乐观 小组出现将十分困难